推完蓝莓之后 我们今天要来追词汇 今天词汇要跟我们一起 在下午五点钟陪我们一起追新闻 我们今天要来追的是华为手机 我们现在就知道华为手机 因为有泄密之嫌 甚至有国家安全上面的疑虑 所以在公研院宣布禁用之后 现在资测会也跟进 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公营单位 也有可能会跟进呢 词汇交给你了 就像刚刚讲的公研院跟资测会 都已经公开宣布说 未来不会再用华为的设备的产品 或者是说华为设备的产品 连不上他们公部门的网络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呢 现在国家实验研究院 他院长他也公开的表态说 对于要不要禁止华为的设备 其实他们也认真的在思考当中 而且似乎是有这一个必要的 那当然最近这些公部门的表态 就是让不少的网友看起来都觉得说 哇怎么公部门 这些公部门都捡到枪了吗 怎么突然态度变得那么硬 很多人都是站好的 可是这件事情换到另外一个层面看 对中方来看的话 中国当然就不是太开心了 像今天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 针对这件事情 他有一些想法 他就说话了 他觉得台湾这一种做法 它是在危害中国跟台湾两边的 一些经贸关系 他是强烈反对的 另外他觉得说台湾来跟着禁止华为 或者是抵制华为 是在帮外人来去残害自己人的产业 当作外人的棋子 不过外人自己人这些说法 大家认不认同还是有待公平 我们今天就不讲这个 我们话题再回到华为来看 那华为呢 其实因为他资安的问题 延消的越来越大 禁止他的国家 不止台湾而已 在其他在台湾之前 有其他多多少少 也有一些国家 开始在做一些禁止啊 或者是抵用啊 或者是说公部门禁止使用的 这一些动作 所以呢 避免这一些风波延消越来越大 非常难得的 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 他就第三度的出面来讲话 公开的来说话 任正非这个人 他其实相当的低调 他从华为创办到现在 在媒体前曝光的次数 也不过差不多三次而已 而这一次就是第三次 那这一次曝光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是坚决的否认说 有曾经接受过 中国政府的指令 指令来去担任资搜的工作 而且他还有再特别强调说 虽然他很喜欢中国 很爱国 也支持共产党 这是没有错的 可是他没有因为这些意识形态 来做出残害 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行为 而且第三点还特别强调说 即使北京当局的政府 有曾经提出一些要求 希望可能跟他做合作 或者是要其他国家的一些机密资料 他也都是坚决的拒绝的 不过这一次也看得到 华为的风波延烧的那么大 大到连任正非都亲自出面来澄清了 可是这一波的澄清呢 能不能让华为的火就此就平息下来 可能还是要有一些时间来观察的 谢谢大家